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 成年人最好的处事方式 来世不慌 遇事能扛 事过则忘 有位作家曾说 一个人遇事的反应里 藏着他的学识 见识 品格 和修养 而这个反应也决定了 他的生活品质 一个人过得好不好 在于处理事情的能力 更在于面对问题的心态 生活永远是现场直播 我们无法预知会遭遇到什么 但可以选择怎样处理应对 成年人最好的处事方式 不过就是 来世不慌 遇事能扛 事过能忘 知乎上有一个热门问题 什么能力很重要 但是大多数人却没有 其中一条高赞回答是 遇事迅速恢复平静的能力 生活永远充满变故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遇事稳得住 才能尖招拆招 游刃游鱼 看见博主小川 分享过这样一件事 去年公司 承办一场高端客户 打谢王会 邀请了一位知名钢琴家 来演出 公司全员上下 精心筹备了一个多月 没想到 演出当天彩排时 还是出了状况 剧场的音响和设备 突然故障 导致现场噪音不断 而钢琴家 也拒绝在这种条件下演出 大家顿时慌作异团 有人开始抱怨倒霉 有人也急得团团转 有人甚至跟剧场的管理人员 直接争吵了起来 这时 小川的领导赶来了 他先是调停了同事 与剧场方的争吵 然后 立马紧急协调备用设备 并同时与远出方沟通 看能否在没有音响的情况下演出 三方沟通完毕后 小川的领导又紧急拟了一份致歉信 致歉信发出后 局面很快就稳住了 各方也都有条不紊地开始行动 后来 剧场临时从附近商场借来了音响 演出很快就照常开始 许多同事都对小川的领导 发自内心的佩服 生活里 我们总会遇到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很多时候 事情本身并不严重 你的慌乱反而会将事态扩大 越是急着理清 就越会手忙脚乱 匆忙之间只会让人忙中出错 不可收拾 昭德新编里说 水尽急则形象明 心尽急则智慧声 当你遇事不慌 能够稳住自己 平心尽气地面对一切 你会发现 生活中所有突如其来的难题 都早有它的应急方案 有这样一句话 成年人的每一天 都是在度劫 人生在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 谁不是咬紧牙关 负重前行呢 没有人天生喜欢拼命 只是他们知道 如果扛不住 就没有资格过上想要的生活 影视圈中有一位年轻导演叫胡谦 仅仅29岁 就已经出版了两本书 自编自导了一部电影 由于缺乏名气 拉不来投资 他就自己贴钱去拍 当他把这部寄予厚望的电影 发给制片人时 对方却要求大幅度的伤改 可等他仔细伤改完后 最终还是无法上映 终于他撑不下去了 用一根白绳 在楼道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 就在他离开五个月后 他的一座 大象席地而坐 突然得以上映 并在柏林电影节 获得最佳影片 被誉为大师级的艺术作品 可惜 因为没有扛住生活的重压 他再也看不到这些了 有人说 真正的成熟 在于肩上挑起多少责任 在于为生活付出了多少努力 成长的历程 其实就是一段 浮重前行的路程 你扛不住 所有努力都会付出东流 扛住了 你的未来 才会如滔滔江水 奔流向前 前段时间看到一位网友 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这位网友家境优渥 从小不愁吃不愁穿 可在18岁高考那年 父亲在生意场上遭人坑骗 欠下几百万巨债 一时承受不住打击 选择了跳楼 妈妈整日消沉 以泪洗面 弟弟没人管束 日夜沉溺于打游戏 眼看这个家要垮了 他站了出来 将压力与责任扛到自己身上 为了照顾母亲 他放弃了心心念念的外省名校 选择了本省的大学 为了还债 他与同学合作办补习班 领着探阳 堵在学校门口发宣传单 不停地备课 讲课 嗓子哑了 他就靠润喉堂挺过去 那个暑假结束 他挣了六万块钱 看着手中辛辛苦苦 挣来的血汗钱 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虽然离还完债 还有很大的距离 但也总算感受到了生活的希望 作家苏勤说 人不需要有那么多过人之处 能扛事就是才华横溢 能扛事并不是毫不畏惧 而是你明明感到痛苦 但仍选择迎难而上 在低谷与绝境中 不放弃希望 在连分打击之下 仍有信心和力量 只有主动扛起 人生突如其来的变故 你才会在黑暗 与泥泞之中脱胎晃骨 才能坦然应对生活的 每一次考验 巴尔扎克说过一句话 如果不能忘记许多 人生则无法再继续 生活中 遇到烦恼不可怕 怕的是 总把烦心事装在心里 惦念不忘 不仅于事无补 还容易机忧成疾 曾看过一位网友的故事 两年前 他因为工作晋升失败 感觉很受打击 接下来的日子 他每天都在反复回想这件事 但越回味 挫败感越重 到后来 甚至觉也睡不着 饭也吃不下 整天精神恍惚 有一天 他坐在电脑桌前发愁 五岁的儿子忽然走过来 对他说 爸爸 可以给我坐一艘船吗 当时的他 哪有心思坐船 但苦于被儿子缠住不放 只好勉强答应 为了坐那艘玩具船 他整整花了 大半天的时间 当他把船坐好 交给孩子的那一刻 看着孩子 欢呼雀跃的神情 他才想起 自己在这半天里 居然也完全忘记了烦恼 这让他豁然开朗 他开始放下过往的失利 重新投入到工作中 慢慢的 他整个人的精气神 都不一样了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过得不开心 就是因为记性太好 善望 才是治愈内心的 最好解药 作家一书 有次去倪框家做客 看到花园里的绿纸 长得郁郁葱葱 特别喜欢 他就问 你家的盆栽 养得那么好 有什么秘诀吗 倪框笑着回答 很简单 秘诀就是死的丢掉 再买新的 两盆栽如此 过日子 其实也是这样 想不开的事 何苦一直想 让你伤心的事 不如就痛快丢掉 蔡根坦有句话说得好 君子逝来 而心始现 逝去 而心随空 为过去的生活贪心 生活只会给予你黑暗 把自己 从过去中解脱出来 你前面的脚下 才有亮堂的路 人生学会向前看 该翻篇的就翻篇 该过去的 就让它过去 斩断过去 才能腾出手来 更好地拥抱 现在和未来 很喜欢一句话 人生旅程总是跌宕起伏 这是宇宙中 恒久不变的定数 既然定数无法改变 我们就要试着 学会接受和放下 一个人最好的活法 不过就是 不怕事 能扛事 能忘事 遇到事情 该冷静时 要稳得住 该直面时 要扛得了 该释怀时 要放得下 红尘及道场 美临大事 心怀尽气 就是一个人 最好的修行 愿你能不忘初心 在经历中体验 在体验中感悟 在感悟中成长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的故事 你听过以后 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 和我们共同分享 请不吝点赞